宜蘭地檢署偵辦宜蘭縣政府的機關人員 遺設貪污等弊案 檢察官對縣長林茲廟某女 以及農業處長康麗和 申請羈押警戒 而昨天下午 法院是裁定林茲廟 八十萬元交保 其餘兩人無保請回 檢方則是說 會是裁判書的內容 來決定是否提起抗告 經過一整天約談訓問 捲入貪污弊案的宜蘭縣長林茲廟 被裁定八十萬元交保後 回校布出法院 面對各種提問 態度相當低調 同樣被檢方聲押的 還有林茲廟大女兒林一玲 以及農業處長康麗和 結束積押停後 兩人都獲無保請回 不只林茲廟母女 包括多名縣府一級主管 還有林茲廟二兒子 林佑澤通通被帶回 偵訊 訊後林佑澤被預令兩百萬元交保 而在這波訊問名單 還出現國民黨前理委楊極雄 會被約談是因為檢方發現林佑澤上個月被訊問後立刻找上楊極雄和他的弟弟楊耀火 涉嫌淹滅證據 訊後被預令一百五十萬交保 楊極雄離開地檢宿 心情難以平復 直說是對林茲廟的政治迫害 只見多名藍營自家人遭到約談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雖然表示尊重司法 但也期盼司法不要淪為政治操弄的工具 而建方這次會大動作搜索縣長林茲廟關地 落葉約談縣府機關人員 要釐清是否有人藉由公務員職務之變 涉及土地開發弊案 就是為在羅東公正路上的這片土地引起爭議 其中地號1558號土地 根據了解當時交易時 地主沒有被徵收土地徵職稅 被質疑徒利自己人 警方除了追查多期土地開發弊案 還發現林茲廟賬戶疑似有大筆資金流動 卻沒有做申報 涉嫌財產來源不明 事隔不過一個月 簡連接連發動兩波搜索 案件是否會再擴大 還是會有第三波搜索行動 也讓外界格外關注 記者傳訊謝奇文 一蘭報道